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器战争就结束了 先知想要结束的战争不是两派之间的战争 这是一个系统的控制方案 一场旨在遏制异常而捏造的虚假战争 先知想要停止矩阵循环的反复调用 尼奥已经知道西安人被成功摧毁了五次 但他仍然希望阻止这种对西安的破坏 尼奥得到提示他必须去敌人的心脏 他用意念触及的地方那是机器城 先知接下来说的话令人难以置信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成为三部曲中 先知最重要的启示 是因为在机器战争结束 人类被囚禁之后 先知就看到了一切事情和所有人的必然结果 但有趣的是这里 我们不知道先知是否在他对党事做出选择前后 看到了机器的终结 也许是在帮助构架时之后 先知通过添加选择实现了这一点 他已经准备了通往世界末日的道路 他看到了死亡的来临 所以他制定了一个避免灭绝的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需要 崔尼迪迪和萨迪的帮助 正如摩菲斯曾经说过的那样 命运确实具有讽刺意味 事实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很明显 先知看到了世界末日的终结 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 先知告诉尼奥 史密斯不会停止破坏模拟 他不会停下来 直到一无所有 史密斯是尼奥 反之亦然 这完成了在整个三部曲中不断展示的阴阳象征 尼奥和史密斯是一样的 硬壁的两面 史密斯是整体异常的失控 而尼奥是整体异常的控制 这在两个人如何醒来 以及他们醒来的地方很巧妙 尼奥在矩阵和机器之间的地方醒来 一个构造体的史密斯在现实世界中醒来 两人都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汉墨的船员将尼奥一致船战 他们把他塞进了矩阵 这样他的意识就可以离开模拟 并回到他的身体 罗兰船长收到了消息 他们还没有醒来 并说也许他会有一些答案 电影再次告诉我们 史密斯和尼奥是同一个人的两种例子 如果一个没有答案 也许另一个可以 但罗兰有兴趣知道的是 什么导致EMP过早激活 使所有船只无用 并导致船员死亡 是故意还是蓄意破坏 时间快到了 先知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他正在为此做准备 他提到他会错过烤饼干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他要承担他选择的后果 但他如何看到塞拉夫进入厨房 关于先知的厨房 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他的入口的卷帘 迫使进入的人低头 每个进入的人都像是给他们的寺庙鞠躬 卷帘作为一个标志 表明卷帘后面的人是一个重要的实体 当你进入他们面前时 你应该低头 先知打包了两个饼干给撒迪 并告诉他和塞拉夫一起走 但撒迪离开之前 他问是否可以回来拜访 先知回应说他希望这样 下集是母亲与儿子团聚时刻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